你好 欢迎收看7月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1号晚间的强降雨 造成台九线抒发公路163到164公里处 边坡发生土石流道路封闭 公路单位积极抢修 预计要到3号下午2点才会抢通开放通行 而在铁路的部分 也由于重得到和人间土石流淹没了轨道 台铁紧急封锁路线经过整夜抢修 2号清晨是采单线双向通行 怪手不断赶工趁一早天气放晴赶快抢通 1号晚间的大雷雨苏花及台铁都受到影响 阻断忍车通行 7月1号台九线崇德路段发生土石流 目前崇德到和人间经连夜抢修后 已经恢复单线双向行车 台铁北回路线也陆续出现列车误点的情况 部分列车约延误30分钟 区间车延误可能超过50分钟 经过落实路段时有放慢行驶 但旅客搭起来还是会担心 1号晚间发生土石泥流 超过1500立方公尺造成道路阻断 公务段已增援两部大型挖掘机 两部装载机 因于是持续到凌晨 土石流不断溢到路面 不过有不少司机1号晚上就在崇德管制站等候 因为官方没公布重启时间 2点就等到现在了 昨天晚上2点 对啊 一直到现在 对 正常的运费走苏花往北运费用是2万 但如果走南辉往北运输费用会变成4万 也就是双倍 受到灾情影响 花连县是有林乡和平村铁公路不通 2号停止上班上课 山区道路容易受地震影响 引发落石 如果遇到豪雨或连续降雨 路况难以掌握 非必要时不要再灾后进入山区道路 记者综合报道